我们谴责美国政府此类恶意网络活动 要求美方做出解释 并立即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美国是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窃听帝国 窃密帝国 在网络窃密问题上 美国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惯犯 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网站 去年发布的报告就显示 2020年中国捕获计算机 恶意程序样本数量超过4200万个 其中境外恶意程序主要来自美国 占比达53.1% 除了竞争对手和盟友国家 美国搞网络窃密 对自己国内的民众也不放过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今年4月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 过去一年 美国联邦调查局 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对美国民众的电子数据 进行了多达340万次的搜查 值得注意的是 报告还披露了英国政府通信总部 与美国政府协调配合 共同开展相关网络攻击和窃密等活动 这表明 美国及其核心盟友 已经成为全球网络窃密轴心 本月信息安全新媒体安在的报告披露 美国国家安全局在30天内 就远程窃取了970亿条全球互联网数据 和1240亿条电话记录 涉及各国大量公民个人隐私 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 美国非但没有收敛大规模网络窃密的行为 反而不断扩充网络活动方面的国防预算 增编网络部队举办各类国际网络战演习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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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